小朋友正在投手球上奮力的把球投出 一旁的家長們傳來陣陣的加油聲 甚至由社區所組成的燒棒球隊 教練們也幾乎都由家長們義務擔任 社區棒球隊不向校隊追求比賽成績 反而是培養出小朋友的熱誠 與情子間的良好舞動 就覺得小朋友的興趣不用太刻意讓他一定要打得怎樣 就是會覺得說他對這種棒球有一點他的熱誠 平時社區少幫隊只利用假日來做練習 主要讓小球員們學習打球的觀念 在比賽場合家長們也會當起啦啦隊與教練指導他們 小球員們也在比賽中學習到科業上學不到的東西 政治教師節也對教練們受到祝福 謝謝教練的指導 在這幾年中我有進步吧 這樣吧 參加這個有學到什麼東西 學到團隊精神吧 教練你辛苦了我愛你 擺脫過去少棒校隊追求名次的壓力 只追求快樂打球的態度 是發展社區棒球的重要目的 也讓人看到了家長與小孩們一同互動的 溫馨場面散發在整個棒球場中 解說專員與台南報導 好 我們